内华达州的提前投票于11月1日结束 全州已有近90万选民参加投票 近3000名临时选举工作人员已加入克拉克县选举部门处理选票 在克拉克县邮寄选票和投递箱选票 由选举部门办公室处理工作人员遵循七步流程 从接收选票开始准备处理选票 然后提取检查选票最后安全存储 据内华达州国务卿办公室称 44%的登记选民通过邮寄亲自投票 以及通过内华达州有效缺席选举系统进行了投票 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于周四飞往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 在该州进行竞选停留 他在2020年输掉了10个百分点 他说他们都说你无法赢得新墨西哥州 我说看你们的选票被操纵了 我们可以赢得新墨西哥州 特朗普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表示 他预计周二的选举会出现舞弊 这与他关于2020年舞弊的虚假说法相忽应 赫锦丽竞选团队表示 如果他输了 他正在为另一次选举舞弊指扣奠定基础 特朗普还在新墨西哥州的集会上 特别讨好拉丁裔选民 他说首先拉丁裔人喜欢特朗普 他们比民主党竞选总统的人聪明得多 近日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 拒绝接受总统拜登的言论 拜登在言论中似乎将他们称为垃圾 约翰逊在北凯拉莱纳州 洛基山的特朗普集会场地外 对记者说我们不是垃圾 我们是美国人民 距离选民在民主党候选人赫锦丽和特朗普之间 做出决定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白宫迅速寻求限制这一失态的进一步影响 并发表声明称 他指的是特朗普支持者的仇恨言论 而不是支持者本身 美国大选前四天 副总统兼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敦促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市的支持者 在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选举之一中 尽早投票 近日贺锦丽形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不稳定且权力不受限制 并补充说他只关注自己的不满 而不是美国人的需求 贺锦丽得到了民谣摇滚乐队 盲福德父子的支持 他们在副总统发表讲话之前进行了表演 竞选在最后几周变得更加激烈 本周路透社伊普索的民意调查显示 贺锦丽在全国登记选民中 仅以44%比43%领先特朗普 完全在民意调查的误差范围之内 其他民意调查显示 将决定11月5日大选的 7个战场州的票数差距非常小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